嗨,这个视频我们来看一下又小又重要的词,借词。 小呢,是因为它一般长得很小巧,比如in on at。 重要是因为它是构成句子成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好,先来学习常用的时间借词一。 来看第一组,in on at系列。 in表示一段时间,用于世纪、四纪、年、月前。 例如in spring,在春天,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在二十一世纪。 in也可以泛指一天中的上午下午晚上。 比如in the morning,在早上,on表示具体的某一天,星期几。 比如on Monday,在星期一,on September 1st,在九月一日。 on也可以表示特指某一天的上午下午晚上,on Monday morning,在周一早上。 好,我们来看看这一组系列的最后一个借词at。 at表示具体的点钟,也就是钟表能够表示的时间前,我们就用at。 比如at eight,在八点。at也可以表示在正中午和午夜。 比如at night,在午夜。at noon,在正中午。 这样说起来是不是觉得有点复杂,很难记忆呢? 下面,由机智的老师我帮大家找到一个简单的记忆方式,叫做24小时黄金法则。 为什么会选择24小时呢? 是因为我们自然中完整的一天一夜就是24小时。 我们以此为分割线进行判断。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in加大于24小时的时间,即in大于24小时。 on加小于等于24小时的时间,即on小于等于24小时。 at加具体点中,即at加具体点中。 注意了,注意了,如果我们选择这样记忆,那么一定要来一个前提哦。 记得在这三个公式的基础上,再加上三长两短的原则。 三长指的就是in the morning,in the afternoon,in the evening。 两短指的是at noon,at night。 所以在使用过程中,尤其只有这五个词组是特殊的。 其余都要按照上面24小时黄金法则哦。 比如下滑线,the Tuesday morning。 首先反应可能是三长两短的用法。 但是发现,填进印后变成in the Tuesday morning, 和我们的三长两短词组并不一样,多了Tuesday。 因此就要用24小时黄金法则,而星期二的上午是小于24小时的, 所以应该填on。 因此应该是on the Tuesday morning。 再举几个例子来看看吧。 On Sunday afternoon,在周日下午。 On a cold morning,在一个寒冷的早晨。 我们刚刚看到了in,on,at这三个词的基本用法。 其实in还有一种用法是,in加一段时间,等于将来的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翻译为,从现在起,多久以后。 既然表示将来的一段时间, 它可以作为一般将来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词, 在中考中的单选和完形中是经常出现的哦。 比如喜羊羊与灰太狼中,灰太狼被打败的时候总会说, 我一定会回来的,那我们给他限定个时间吧。 I will be back in two days,我将会在两天后回来。 OK,总结时间到。 这个视频我们讲了第一组的时间介词,in,on,at系列。 in接的是世纪,四季,年,月,比如in winter,在冬天。 in的另外一个用法是接一天中的上午下午晚上,比如in the evening。 on接的是具体的某一天,星期几,比如on Sunday,on Sunday morning, at接具体的点钟,you're at eight o'clock。 同时你不要忘记我们的三长两短原则和24小时黄金法则哦。 怎么样,今天的时间介词很简单吧? 快去闯关练习吧! oh yeah! oh yeah! 这篇位置 turning whether or not you are going to wear a mask, 这篇位置 这篇位置